曾经只在摇滚圈内用来表达对人观念的Slogan,一度只是小众群体们为了甘养自己年轻而叛逆的性格。 如今几十年过去,女明星超模时髦精们都在为这一块神奇的大品声迷,甚至在当下风潮越来越强劲,纷纷都在用尽全力尝试着用不同的的标语,展现自己高级的时髦态度。 既然时尚又好玩的Slogan无处不在,除了单纯通过各种字体变化的短语所传达时尚态度以外,还能够通过搭配风格的特性,来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。 Slogan搭配究竟怎么穿,才最符合干净的时髦感,以下就为你推荐几种最简单的风格。 复古风在夏末穿着很基础的款式品时,可以将下板凌转系在腰间,打造高腰线的效果。 胸前的手写字体logo摆脱成闷感,这类将复古风情带入独家元素的风格搭配让人觉得既时尚又舒适。 复古感很浓的平稳针之衫也可以来展示内心想法,粉嫩的颜色充满了少女感。 滚编装饰剃原本就是学乐派的代表,增加胸前的标语,获利感也随着直线上升,字母的大小也能体现出不同的效果。 偏大的标语语气显得更强烈,小号的字母标语则更显得含蓄,同时还不会增加体积感。 情书风搭配开叉裙或是很女性化风格的类似也不违和,既能够散发出温柔的女人们,又加了几分慵懒感。 搭配裤装的话,可以试一试让字母的色彩与裤子色彩统一的方式,看起来像是套装的搭配法很成熟,作为内大与柔和的焦糖色组合。 虽然是单调的白色但是,因为自己的时尚宣言,而更具什么魅力,与货腿裤和牛仔裤的搭配,让很平淡的通勤装变得生动。 只要一上升马上展现出自信态度,酷感风追求潇洒时髦感的女孩也不能错过的slogan大品,与最纯粹的黑白组合。 散发出强大的气场,把帅气的个性放大到无限,搭配飞行员夹克和膝盖带有破洞的牛仔裤,也能给人留下潇洒帅气风格的感觉。 拥有酷感的同时,又具备了十足个性,纯粹的黑白色搭配,因为有了胸前slogan的图案更洒脱,无论是市下大副规则体质短裙还是九分运动裤,都给人一种时髦的帅气感觉。 彩色组合就算是slogan搭配时髦精闻,也不会甘心只穿经典的黑白。 通过与各种鲜明色彩的搭配来增加混搭氛围,包款包款上带有简短文字的设计,摆脱平凡单调,就算是经典款式,也能轻松焕发出新的活力。 在包包上贴上想给自己定义的标签,令其他上街的感觉相当拉风,带有心思的设计,更是能够将另类的极强的个人主义态度进行展现,而且包是可以搭配四季节的。 所以用一款slogan包来抢镜简直是至关重要,秋季搭配初秋当然要有最实穿的卫衣作证,因为带有一行小小的短语,马上就摆脱了平凡的休闲感,增加了时髦度,态,底型外套具有毛绒和质感。 保暖性也很强,硬朗的皮夹克及挡风又能凹造型,背部加入了对比明显的白色短语,更是凭借了高冷气质,光是背影已经帅翻天。 明镜中的面izione